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分析,中共不愿把TikTok卖给美国人的三大原因 美国国会正通过立法将TikTok剥离字节跳动 3月13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提案 要求TikTok要么主要由美国公司拥有,要么在美国被封杀 该提案得到总统乔·拜登的支持 就在美国买家相继出现时,消息指中共不愿把TikTok卖给美国人 分析指出,这其中有三个因素 不敢开先例,更不敢交出软件算法和过去日志 即继续利用TikTok在没有禁止该APP的国家盗取数据 中共不愿把TikTok卖给美国人 3月14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美方应停止无理打压TikTok 相关方应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 知情人透露,字节跳动的一些高管认为 商务部发言人的这番表态强化了中共政府向该公司发出资讯 即如果该公司试图剥离TikTok,将面临监管障碍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去年3月称 出售或者剥离TikTok涉及技术出口问题 必须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 中共政府将做出决定 报道说,在有意收购TikTok美国业务的买家纷纷出现之际 中共政府暗示不会允许强制出售TikTok TikTok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 中共的立场让字节跳动陷入两难 知情人士表示 中共官员还向TikTok母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发出信号 该公司高管将此解读为 中共政府宁可TikTok在美国被封禁 也不愿其被出售 在字节跳动内部 创始人张一鸣尚未表示 正在与外部买家就出售TikTok进行任何对话 张一鸣持有字节跳动部分股份 美国前财政部长母亲18日表示 他正在组建一个财团 试图收购TikTok 游戏发行商动视报雪前首席执行官Bobby Kotick 已向张一鸣转达了收购意愿 分析 中共禁卖TikTok三大原因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分析了中共禁售TikTok的三大原因 首先 中共长期宣传所谓民族主义 在美国的压力下 出售TikTok是很没面子的事 而且一旦开了先例 可能有更多国家会因国安需要针对中国公司展开行动推动相关法案 其次 掩盖TikTok软件算法和过去日志的需要 他表示 TikTok被指 过去被举报 大量推送色情和毒品短视频 毒害青少年 这可能是中共不想被发现的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 能从过去的日志中 挖掘出很多中共水军账户 包括这些账户如何协调操作 渗透美国 渗透台湾 推送信息 左右美国 台湾大选的民意等 如果TikTok卖给美国公司 交出这样的数据 美国政府也会进行数据挖掘 中共信息战计量就会彻底曝光 这是中共最害怕 最需要掩盖的 最后 虽然TikTok在美国被封杀 但其他国家没被封杀 中共还可以利用TikTok 盗取这些国家的数据 一旦卖给美国 中共利用TikTok当间谍软件 挖掘别国数据的功能 就彻底没有了 张天亮表示 中共不会出售TikTok 因为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的多 特别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告人的 不能让别人知道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